学校的东西 我觉得都是相结合的 学校的东西是带你入门 带你去接触这个行业 可能会学一些基本功 但是更多的你想去适应 比如说适应镜头 比如说适应在现场的那种表演 可能更多的还是需要 实践当中慢慢记得经验 首先我还不能是一个优秀的演员 当时见面 其实也是比较平静 就是一个平常心 就是你正常的一个工作成绩 展现给大家 表演就是这样的 未来是更多尝试不同的 没有演过的那种角色 或者说没有演过的类型的作品 然后可能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毕竟随着年龄层面不增长 你可能想喜欢和想要去尝试的东西 也会跟之前会不太一样 每一个角色其实有不一样的点 会让自己深刻 比如说一些在下剧里面 可能不同的一些表现出来的动作 比如说武术动作 或者是说在运动题材里面 一些比如说在水里 或者说在运动当中那个过程 外在的东西会升华这个角色 现在慢慢的就是变得 这个东西比较陌生 现在就比较 相对来说比较习惯于这样的工作 一开始还是比较 可能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或者说自己不知道怎样是好的 那现在可慢慢这方面 相对来说你会更成熟一些 对待这方面 感谢观看